周杰伦申请小巨蛋开唱被剧 霸气回应 需要你小巨蛋同意吗 周杰伦2000年出道 19年来创作出无数的经典歌曲 给歌迷们带来无数的快乐 他本人更是被称为音乐才子 在音乐界的地位举足轻重 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咖级别的歌手 近日却在申请小巨蛋场馆的时候 碰了一笔子的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看来小巨蛋真的是很不讲情面啊 毕竟周杰伦在小巨蛋也举办过七场演唱会了 再说了周董现在的名气也不减当年啊 我们知道 台北小巨蛋体育馆和香港红看体育馆 在大多数歌手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能在那里举办个人演唱会 代表着一种荣誉和在音乐界的地位 一般情况下 只有音乐界的大咖才能申请成功 粉丝更是调侃 小巨蛋容不下我们 周董直接自己建造一个大巨蛋开演唱会好了 还有高雄的粉丝留言 来我们高雄演唱 周杰伦回复 好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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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乐